我要不规划 你拿什么在这儿盖房子 我是不是回当假房去了 我又不用在这儿受你这个气 我们更倾向于 哪一种公司的风格 都可以随时举起我们的手牌 那我肯定 我这 我肯定 对 我倾向直向 我倾向直向 我中间 我玩比较偏中立的 那你觉得我要不要 Q到 我其实有Q到转行的事情 来问大师转行的问题 对 其实还是蛮危险的 我觉得就是建筑学 它这个学科的一个导向 并不是说职业导向 就它给我们只是说提供了一个 更加针对性的职业选择 但是我们在真正面临选择的时候 不管选择什么 我们都是 就是基于一个平等的选择 请大家保证话从精英 请面试官打开摄像头 四十五号同学做准备 各位面试官老师大家好 我叫陈国恩 来自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目前是研究生三年级在读 我的专业是城乡规划 我的研究方向是城乡设计 我更获得过三十余项 校级企业级奖项 五项国家集合省级奖项 我们到了 他有一天早上给我来了一个视频 这样 这么好的 但是他说的一句话 就让我很有压力 我跟老师说 我说其他同学都是建筑的 就我有一个规划的 他说你不用担心 他说东南的规划建筑也是 也要做得很厉害 所以我就很有压力 我说老师我给东南丢脸 妈呀 其实我觉得像国恩这样 他不知道是做建筑还是做规划 但是呢 其实他现在在这里实习做建筑 我觉得是肯定是没有错的 所以其实可以让自己就是学的东西更多 让自己变得更强 然后吸收更多的好的机会 到那个时候就不是你去找方向了 而是去方向去找你 其实我想说就是陈国恩 我相反我觉得他转行 我觉得他不是说他迷茫了 因为他我刚刚看他本人他学就是城市规划 他就去设计院 他就不是这个设计师设计建筑 他本科是湖南大学城乡规划学 他研究生学的还是城市规划 然后呢我在设计院里边 见了这么多优秀的同行 如果我在几番试之后 我发现我真的是没有这个能力 我就认清我自己了 加上本来还有一些 我就想回家了 因为他上次他就想回去照顾父母 我就还有一些就是因素在这块 其实他已经明白了我 他是要就是转行的 转行未遂回行了 对人家回到老本行了 对 在一个行业里没有必要用自己的短板 去跟人家的天赋比 你看人家学城市规划 我要不规划 你拿什么在这盖房子 我是不是回当甲方去了 我又不用在这受你这个气 对啊 我最擅长的领域 我觉得往哪条路走 比这条路怎么走很重要一点 但我觉得其实他可能是想留下来学建筑的 就像我可能拿我自己举例子 如果我真的要放弃 我一定不会去跟周围的身边的人说 其实如果我想说的话 其实是我希望大家劝我留下来 希望有人挽留一下 这我们永远是在感性跟理性的两个道路上 来回在心里拉扯 极限拉扯要折磨自己 这就是这么难 年轻人就是他难就难在这儿 那这件事今后我会主要负责定 时间节点事 我就不会给任何人面子了 哇塞 哇 然后这一次对标 你们知道对方是六个人 你们是四个人 他们比你们多了一半的能量 所以只有你们的时间更高效 你们才可以出来跟他们同样的一个工作量 大家有没有真的察觉到竞标它代表着什么 我们用打仗来形容 其实它是很结果为导向 对 这么多好的公司去竞标一个事 只有一家那么重 那就代表了其他那家这段时间的工作 实际上是白费的 对 竞标只有成功的和失败的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希望看到是一个更现实的时间 目前的这个表我觉得还是很理想 这个表我觉得要对每个时间的控制就是要精确到分钟 把你们睡觉吃饭的时间都放进来 然后闹钟以后我觉得你们就使用吧 我希望你们四个人都在今天能够把这个弦给紧上 这个是投标啊 时间很重要 因为第一天是大家都容易荒废的 你比如说昨天这一天 我们上午发布了题目 下午又一参观 去特斯联也看过了 特斯联它本质上是一家科技公司 那我们也开发了操作系统 如果你们晚上没得做思考 这一天就过去了 然后今天现在又11点了 中午吃个饭 半天又过去了 就是挺可怕的 然后我看了广告牌已经放出来了 还要去院里头再跟大师再对对话 我就大半天又过去了 但是如果真正交标的时候 没人说你时间是被占用了 就是看结果 结果导向啊 所以我就很希望你们今天晚上出一个成果 然后咱们来比稿 咱们定个几点 四点可以吗 四点 四点半 好点 好点 还是四点半 四点半 你们最伤害的吧 你折中一下 五点和四点的 好 行 那就大家先工作吧 谈个十五分钟 马上 你应该聊一些个人的 而不是理性的探讨 一次独特的拍照体验 不说照片是什么 你就聊起一下就好 好像下午有一个业主答疑会 你们知道吧 知道 一点都能 所以你们就先去吃饭吧 怎么办 我要写什么 要不先去吃饭吧 要不先去吃饭吧 不然等会人多了 走吧 我希望两点之前 能把这件事情截掉 我觉得此时此刻 大师客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干扰 就是他们定一个截止 快速地把大师客的问题敲定 然后马上回到这个 一点就是 一会儿吃个饭吧 定个闹钟 不是我 我正啊 定了 好样的 我吃饭都定弄了 我总 我的天 还有五分钟 五十五 再可以闹我们就想了 就不能再吃了 咱们把 咱们问题全问完之后 真的不吃 再等北军院问 有些问题可以先问 有些问题 看看咱们的回应再说 嗯 到会儿咱们随机一遍 两个人在比赛 谁问的问题多了 反而最后一方没问题了 嗯 北军院估计有特别 标准了一个问题要问的 这个可能是 你们先来看看 然后 不过去看一眼设备 北军院真的是那种 苏格拉底的助产式式的 就是孩子在你肚子里 我帮你生出来 但孩子一定是你的 然后他只是做一个非常外部的引导 舒缓的松弛的外部环境 都有点过于松弛了 对 但之前好像也没有这么松弛 之前虽然也着急 但没像今天看了这么着急 但是我们看另一边直向呢 另一边真的从第一开始出来的 就是时间表 然后非常严格 吃饭五分钟 截止时间设闹钟 休息时间两分钟 这两种风格 各位 如果你们是新入职的员工 是实习生 你会更倾向于哪一种 我们每个人的面前呢 都会有这样一个双向的小排 一边呢就是我们的直向 一边是我们的北京院 我们更倾向于哪一种公司的风格 我们都可以随时举起我们的手排 那我肯定 我肯定 对 我倾向直向 我倾向直向 我中间 我玩比较偏中立的 我先问问你们的观点好了 你们为什么兼电的北京院 我一直是北京院 因为我总觉得我 但我觉得我应该去直向 应该给我去那历练一下 就我可能受不了 就是特别 就是高度压力 可能往往可能这种 审视状态下 可能会发挥得更好 如果是张翰老师 每天就是这么插着兜看着我 我可能就是又叛逆 关键对 我们是没能力还叛逆 对 我如果去直向 我可能每天会想 汉姐今天有没有对我 不满意 对 我是这种人 对 我特别怕这样的 周边的情绪 会很大幅度地影响到你 对 非常大 对 是不是点我呢 对 就是今天上午 要是汉姐说 你有什么问题 我下午的活都干不好 那会不会 她表扬一句之后 也会把你点燃 压力就更大 下次没表扬的时候 是不是出事了 我很怕那种 批评也是压力 表扬也是压力 消失就对了 领导 对 你像北京院这边 我会觉得 至少我心态上 我能集中精力在工作上 我不会去想我领导 喜不喜欢我这件事情 OK 那你看我们听一听不同的意见 杰哥 其实我觉得作为实习师 入皇 我还是希望自己 有一个很高压的一个状态 我才知道自己的是什么样的潜力 人跟人的区别有多大 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在那个高压情况下 我才会看到我现在不同的自己吧 是 学到了 学到了 我们这种真的 收起来 把这个棒 我还真的是没有觉得直向的高压 已经到了一个让人恐惧的程度 对于入职来说 更需要一些适当的高压去历练 自己我觉得我做演员的话 就是我觉得自信反复被摧毁 这是一个就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我觉得设计也是 就是你看那些建筑师也好 他的早期作品跟后期作品 他的风格发生巨大的变化 我觉得他可能中间也经历过 击碎自信 或者是风格的重新调整 他一定是觉得过去那些东西 他现在不想要